现在有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 因为这个平台上面多发问了 他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他们家的橘子好奇怪 明明都还没有手长得好漂亮 突然就裂开了 这个是太渴了太干了吗 怎么办 华哥 橘子 柚子 还有一些 甚至一些其他的果实 都会有那种裂果的现象 比较明显的就是说 我甚至发现我家龙眼 也在裂 因为龙眼还没有成熟 表皮就要裂 那为什么这些果实比较容易裂 大家想想橘子的皮比较厚 龙眼的皮也是厚 我们通常不吃橘子皮 也不吃龙眼的外皮 但是他这个叫做角质 那有些观众朋友 常常听华哥说 夏天要多浇水 多浇水 对 他就多浇水 很认真浇水 结果刚好也许多浇了一些水 或者是他家的黏土 他家的土壤是那种黏土 太湿了 所以就说排水不好 他浇很多 那水就停留在根部 停留好几个钟头 停了整个晚上 所以就让根部吸收过多的水分 那根部吸收过多的水分是好 因为夏天植物需要 水果也需要 所以他想想看橘子的肉开始 有水分长大长大 里面长得快 角质部分长得不够快 所以这种角质的水果 橘子我家的柚子也会这样 如果说水分过多的话 你会发现有几粒就开始裂果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 你家的橘子类有裂果现象 可能你的水分要控制一下 给它干一干了 对 就是说一次不要浇那么多 如果说尤其你家是黏土的话 一次不要浇那么多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 这种裂果现象可以减少